各位你們好,這個視頻將會接很多其他視頻給大家看 主要我希望大家,尤其是昨天大多數,站出來支持香港的警察 香港警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絕對是一流的警察 他們絕對沒有施用過度的武力 先讓大家看看兩個片段 一個片段是黑衣人欺負一些婦女 第二個片段是黑衣人和一個路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群起起哄 這個路人也可能是吃過野粥,所以也不怕 但這可以顯示到黑衣人在情緒上很不穩定 他罵人是可以,人家罵他就為起公知 我很相信只要把他的面罩脫下來,他就會順如羔羊 我們以後見到黑衣人做惡事 把他們的口罩脫掉,讓他們露出真面目 我相信他們就會馬上變乖 因為這群人在無面之下行兇 而一場面罩,我不相信他們會這樣做 第三個片段會接香港原作級的協會主席 他說香港的警察 現在目前面對的壓力是前所未見那麼高 香港警察可以站在那裡 讓你們問問他父母 一樣可以無動於衷,不發火 這是很難得的 另外在面對這麼大的武力挑戰時 他們可以克制,這是很難得的 當然有朋友就在網上問 為什麼那些警察 不在那些人聚集之前 就驅散他們 我有我的看法 我在和平示威之後 既然這是和平示威 沒理由使用武力驅散你們 但是每一次之後 一定有一群黑衣人聚集 在這群黑衣人未曾做任何事之前 警察要當他們是和平示威者 這是和平示威 有些人穿成這樣,這不是問題 但當這群人一開始暴力行動的時候 在警察當時和他們直接衝撞 引起暴力行動會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警察在這個情況下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取證 把這個記錄下來 然後當這群人的銳氣過了之後 白光磨幾個小時 他又累了 然後才把他們拒散 或者逮捕 這個是符合戰略上的需要 我覺得是正確的 但是當然有朋友有不同的意思 他們說可以利用這些影像 去世界各地去宣傳 這個我覺得不大可能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世界上其他國家媒體 基本上已經被西方的媒體充斥了 所以你想在那裡的發聲 機會是不高的 至於他們說拿一些視頻回去國內 希望得到中國大陸人民的支持 老實說 700萬人在14億人之中 1%還未到 用不理你 這個不是一個大問題 當年香港的GDP 佔中國的一個很大的份量 今天不是了 不要看自己那麼高 香港已經失去了當日那個輝煌的時間 原因不是香港人被人欺負 不是中國剋制 掌制著香港的發展 而是香港你自己追不到別人 是你自己錯失良機 是你這些香港人 把好計劃反對了 今天的惡果 並不是因為中國的共產黨 弄過你這樣 香港人你自己的問題 一定要自己解決 你不要靠別人 問題永遠不可以靠別人解決 唯有自己解決 而搞和香港 搞得香港沒有再有法治 香港警察 他不成軍了 散了 那麼香港會怎樣 是不是立刻就會 有民主選舉 你們的生活就好了 不會的 不要傻了 好了 現在我先接兩段 三段影片給大家看 多謝 拜拜 看見是有人有爭執的 有一個女人躺下了 摸一摸 然後上面有一個男人 就是被 有些爭執的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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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提提大家 現在畫面見到 是洪磡海底隧道對出的情況 剛剛在幾分鐘之前 示威者 先後堵塞了往九龍 和往港島方向的雙方向的行車線 根據現場記者所說 現在往港島和九龍方向 洪遜這裏的交通 已經全面受阻 從那邊看見 請他 接近 我 我 我 50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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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再打架 你肯定算好 你肯定不要再拍照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簡單 沒事沒事 我現在要你老母 我這臉老母 你不要再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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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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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抵御非法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林志愿称有超过一千名警方的私人讯息被公开 有警察的家属被骚扰 有孩子因为父母是警察而遭受欺凌 更有人在网络上煽动群众对下班的落单警察进行攻击 对此林志愿表示强烈请责 大家在镜头上都看到有一班蒙着面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的暴徒 他们每每都是在一些和平的示威之后就去集结 而作出攻击我们警察的人不是有同事是被人口咬断手指 有同事是被人踢裂了头骨 有同事是被人扔东西扔到脊椎裂了 林志愿称在外行动的同事每天最少的工作时长是12小时 平均每个人每天工作要14-15个小时以上 就算不被理解还是要照常开工 警察执法是职责所在 不应受到铺天盖地的抹黑抵制孤立和攻击 针对近期出现的警方在执法当中过度使用武力的说法 林志愿认为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 如果在国际社会上面其他国家在处理这些暴乱的时间 肯定用的武力不止于此 我们香港警察到目前为止 没开过一枪真枪实弹 我们香港警察绝对绝对是一个很文明 很严格遵守很爱护香港市民的警队 不能够将事件撒港为白 不能够将我们执法的情况 被人说我们是过度使用武力 不能够歪曲事实 林志愿一提到增强警方执法的法律保障十分重要 他认为增强警方执法的法律保障能让警方在处理极端暴力环境时更有信心更有效率 让香港社会尽快恢复秩序和平静 林志愿呼吁香港警队在这个关键时间点要上下一心团结一致 呼吁学生看事情时要更加客观全面 希望他们听到不同声音 呼吁党派议员将暴力和议员身份切割 呼吁理性沉默的社会大众勇敢走出来 抵制非法示威者发出正义的声音 我们香港在过往这么多年都是全世界数一数以安全的地方 我相信现在也是 只不过有这些暴徒想令香港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跌下来 不过如果我们都能够继续大力打击这些违法行动 而在香港社会上有更多的理性沉默的市民站出来 如果香港是将这些违法行动和令人发指的运动 去抵制他们的话 香港依然会继续成为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个百分之百肯定的 香港警察在装备上、能力上 绝对是可以处理香港任何事件 同时肯定百分之一百有决心继续维持香港的治安 保护香港市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